老闆这个也太personal嘛 这是老闆你很有问题耶 你有在职场上面遇到那种很喜欢贪小便宜 或是偷偷使用公司的东西的人吗 你在说我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菜 欢迎回到我们 问生不如问天菜的单元 今天要跟大家解答的是 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职场上的问题感觉非常多耶 我希望你们有好好的筛选这些问题 如果你问题非常奇怪的话 那就变成是我们的职场问题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现在要选信封了吗 我的老板每次都会看着我的餐点说 哇 这什么呀 看起来好好吃哦 我也只能问他说你要吃吗 但我内心根本不想分他吃 这要怎么解决 像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他不管是不是你的老板 我觉得你不想分他吃 你就跟他说 那这家真的很好吃 你下次要点看看吗 这样就好啦 那如果老板一直跟他讲说 那你先让我吃一口 老板这个也太personal嘛 这是老板你很有问题耶 那你屁股要不要让我摸一下 可以吗 不行 哦 对不起 那你如果说在工作的时候 不会跟朋友分享 你带来的小点心这一种吗 会分享都会自己去分享 很多员工他们会想说 老板问了这个问题 礼貌上就要问 伴老板你要不要吃一口 可是吃一口是交换唾液耶 会不会老板想要的其实是唾液 我觉得老板想要唾液的话 这我是可以理解 毕竟呢 我在职场上也常常有很多人想要我的唾液嘛 呃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像 你就说我最近买了房子 我最近买了车 我最近找了新的工作 华人都会先问说 啊你买多少钱 一个月这样多少 这在我们这边是基本上不太会发生的东西 然后你说老板这边 有点勒索的感觉 他得罪老板 我只能跟你说 人跟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尊重 不管是他是你的上司 还是他是你的下属 或是你的小孩 只要我互相尊重 就不需要就是什么 尊师重道这个问题啊 我还是我的老板我好怕他 是我的学主我好怕他 我觉得你应该是尊重他 而不是要弄到害怕这个字 然后我发现就是在亚洲社会 如果你让人家很害怕你的话 你好像会很骄傲 这这其实要很丢脸耶 所以其实像这一题的话 就要勇敢的跟老板讲说 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问题简单对我来说 就是这家真的蛮好吃的 你下次要不要吃吃看 结案 不是小菜我今天想要吃你的这一个小菜 不行啦我都吃不饱了 老板就不是只要吃啊 老板就想吃别的东西 对啊好下一位 我的工作室餐饮业 某日上班有一位同事问 出生的苹果怎么不见了 我跟他说刚刚送餐出去的时候 送出去了他却哭了 哭着说今天早上要上班 就是骑他来吃餐厅这个苹果 关于这种贪小便宜的同事 我该怎么治他 你是乞丐吗 那苹果不会在外面买吗 你说你要这样跟同事讲吗 对啊我可以说你是乞丐吗 同事已经哭了耶 哭啊 你老板可能也在哭啊 你有在职场上面遇到那种很喜欢贪小便宜 或是偷偷使用公司的东西的人吗 你在说我吗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我上一份职业嘛 就是有很多人是以公司为生 也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飞搬机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去厕所把那些卫生纸打包 换一些饮箱回家或者是一些酒水啦 一些茶包啦 狂的话我还曾经看过一个哦 就我们公司不是譬如说什么节日 他可能会挂一些东西嘛 他为了想要那个Decoration 我们Landing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走的时候 因为我刚好回头就看到 他就默默把这东西这样 然后放在他的小黑里面 啊这个要这个要上报吗 我不会上报 但你会看不过去吗 不会 那我问你 飞机上都有Hagandas 但是问题是你飞完一般机 就算你那些Hagandas没开过 他们也是回收掉的 丢掉 就会好心 我们大家把它分掉 你就把它带回家 但这个其实是不可以的 可是他丢掉是不是又很可惜 真的 只能让这个网友说 不要放心上吗 我会先关心他说 怎么了 你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吗 是不是心情不好 再跟他说 那就一个苹果而已 为什么会哭得这么惨 然后看看他是不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的背后 可能不是原本那件事情 好 下一题 我有个女同事上班时 会不时对男同事 有跃举的肢体行为 因为我该跟他说 其实我喜欢男生吗 哎这个我身边有碰过耶 真的假的 一个算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就喜欢上一个男生 结果那个男生就是同志 但是他知道他是同志 可是那个朋友就跟他说 他这是天生的 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很长就粘在一起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针对是 喜不喜欢男生 因为你喜欢男生你就告诉他 但是这个越举的肢体行为 可能就是一种好感 因为我觉得 满路女生会的 可是这个越举行为就是很像 可能今天男生坐在这边 然后我可能在 靠过去的时候我会暗示他 所以我会不小心把我的身体的胸部 就贴他近一点点 通常都是听到男生对女生有性骚扰 那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是一个女生 然后又还 长得这么正 没有这样说 那如果是我主动呢 有一次在地铁很挤的情况下 我旁边就有一个男生 就是差不多26岁左右 然后他就拿了他的那个公式包 然后我就靠过去 上下颅一下会怎样 那那个男生怎么反应 散开 马上散开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真的有意要性骚扰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都是让人家提不起劲的 是让人家感到不舒服的 就跟他讲你不喜欢 如果有人对你在身体上面有侵犯的话 好好讲 跟性别外观都无关 对 这个完全无关的 我有一位同事 喜欢玩角色扮演 例如说他有一次喝饮料前 咬着吸管过来戳我的脸 接着说 我是蚊子 请问一下你们工作团队 写问题的时候可以好好选择吗 啊我也是蚊子 好可爱你 没有啦没有 那弄错了弄错了 我刚升上去当主管 我的下属都是我过去的同事 大家会希望我透过主管身份 Cover大家 比方迟到打卡 开会请假等等 我不想破坏跟他们的关系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要一直情绪勒索 行不行 各位 欸 不要乱来 这个老实说啦 我之前 只有我没有生阿姐吧 因为我就是 转做游戏 然后我的同事都生阿姐 可是他们生的速度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就是开玩笑说 欸到时候Cover我哦 可是我们心里都会有一巴刺 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做好自己的本分 没有什么好Cover不Cover的 你该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 其实你就是自己的老板啊 如果他们是你过去的同事 然后这样要求你 我觉得开玩笑OK 我觉得小Cover一下人情 就是一定会的 但是如果Always要这样的话 然后情绪勒索你的话 我觉得你就要必须 可以跟这个人划清界限 然后如果你是这样 会要求别人的话 那我觉得你非常糟糕 我家可能没办法教好 大家就是要设自己有一个底线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 能做的到哪里 然后如果超过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 那这边可能要讲比较深入一点的啦 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呢 亚洲人叫什么 High Contest Culture 高情境文化 外国人是低情境文化 反正亚洲人呢 他们会比较 不善于直接表达 以何为贵 但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 认同的回答方式的话 可能会说 哎呦我哪可以啊 我就是小小的官而已 我还要靠你们照顾耶 去化解这件事情 但是呢 很多事情在国外 其实大家是蛮直接的 我上次已经帮你打卡过了 你这样我会很难做人耶 哎呦哎呦再帮一次再帮一次啦 哎我跟你讲 我再帮你一次 但下次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要有底线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刚刚讲的 高情境跟低情境的这种感觉 我就说啦 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 就是博学多文啦 我只是人设 把自己设为一个小丑 有露胸部的小丑 好啦我们接下来是快问快答 60秒时间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公司的财务姐姐 时常会有汇错钱的状况 我该如何委婉地提醒她 姐 你又汇错钱了 我快饿死了 我是一名业务 但是我有非常严重的脸盲问题 最近有一次我把老板的助理 误认为是老板跟他聊了很久才发现 请问阿菜我还有救吗 就做自己没关系 认错人也是一种可爱嘛 和我同个部门的同事 时常会出现一些低级的错误 由于他是前辈 最近升上去当我的主管 光想到未来会发生的状况 我就害怕 请问我该怎么办 离职 公司新来了一位老板特助 每次要和他确认老板的时间 总是得不到回应 某天老板约谈我 问我为什么没有把重要会议的时间 让他知道 但其实我早在一个月前 就跟特助告知了 后来发现 这位特助是老板的亲戚 老板的亲戚 没人不喜欢会讲好话的人 直接就是 脸皮厚起来 我的名字叫做James 每次开会的时候 我的主管都会叫我 Janice 但是怎么阻止他一直 老板 人家是 James Janice 是没有长鸡鸡的 我们公司午休时间是一个小时 最近发现 坐在我旁边的男前辈 会在午休时间 睡觉的时候 一直喊我的名字 他如果一喊你的名字 你就过去推他 说 欸你叫我干嘛 我的同事 会在上班时间 没有来的消失在他的座位上 后来才发现 他是重度的宝可梦 你会借着上厕所的缘由 出去公司抓宝可梦 我该跟公司说嘛 他事情有做好的话就不必差 某天有一位同事 跑来跟我说 觉得我气场不好 就从他的包包里面 拿出了一杯大杯水 希望我在他面前喝下 而且最近越来越频繁 我好困扰 先拿着 就说我自己泡就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一名老师 在划 教我软体的时候 划到自己的学生 我该又划吗 都说2022年了 你们都是成年人吗 你不能 你总不能说你划到的是小学生吧 台湾有这种规矩 说老师不能跟同学谈恋爱的吗 好像都是社会舆论的部分 社会舆论而已 接 好啦 今天我们的问神 不如问天才 就到这边啦 这是我们的职场系列 大家如果有问题 想要问我们的话 记得去我们IG那边留言 然后呢 我们就会把问题整理起来 帮你回答这个普罗大众 你不能解决的问题 OK 好啦 那记得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话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打开小铃铛哦 大家拜拜 Dec rund 暴打开小铃铛 我就订阅 这边 除非 字幕 得 �